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老画中 焕发新生 千年飞移 他兼挑重任 三尺画布 写满人生智慧 他用铁与火 画出洗雨扇 铁与火的艺术 本期海峡艺术名家 陈炳生 铁与火的艺术名家 陈炳生 阿平有铁与火嗎? 有啊 聽說李宗盛一張六月面前 我先不要來看一遍 有啊 李宗盛 好 六月的铁丝 就是一家麥朱尾 是一年無常 一年看起來 是絕對 目前有麥朱尾 但是它是什麼 它濃漏 濃漏它是 目前是牽牽 有爐… 又有iero丁的感覺 也比到鐵工 它有一張 是什麼樣子 沒有分成呢 可以讓你的分成 那個南城 還有 TH collaborative 貼哪些 窗户 gan 碎偷破 這爐的 都有不過貼 它補准oda 你看 它很漂亮 這個南城 他們可以把仔罷戴頭 烙画 又名火笔画 烫画 是用烧热的烙铁 在物体上运出烙痕的一种作画方式 相较于众人熟知的中国画 西洋画 烙画仅仅是一个小画种 而泉州惠安人陈炳生 就是唯一一位 以烙画获得国家一级美术史称好的画家 六月是连续最早的画症 自从有黑衣 就有六月的影响 比如这一种烧烈的梯田 或者是烧烈的酒田 老在秋葉 或者是老在秋皮面上 三星都六月 最早的六月就是这样 里兰已经有两千几年了 作为火的艺术化应用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烙画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摆设 或者是一张事关人生大事的昏床 烙画总在不经意间 悦入人们的眼帘 因为我的六月是 是中士不像这一堂 不像他在嘴角 嘴角后他用的梯田 小羊的梯田 在那间的梯田面上 落火 落一定的火分 比如这口汤 口汤烤一个红的汤器来 他经常打算去 他后面拍照 拍照 他就画一圈 画一圈 他这个 这就是一种六月的影响 就是中岁 我就是对一种六月 创造了那种影哨 他要不要出来 最重要的美食到时候 有时候就是 用电落梯去 起来 画的 画的不修编 比较简单 比如说画一只影 或者画一只老后 而且我觉得小娘 就是这样 当时 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然后就都去找他画画 但是看不懂 他为什么会用电脑铁去烙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以前陈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注重陈老师说的 一个细节问题 整个布局细节 陈文忠 青年美术家 同时 也是陈炳生退休前 教过的最后一届初中生 在陈炳生的启蒙引导下 走上了艺术道路 现在 致力于帮助陈炳生 推广烙化 师生二人相较二十多年 是一对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 对专业也很严格 但在生活上又特别幽默 所以他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 我是这样定位他的 为什么说浪漫的现实主义者 他呢 在创作的时候 是非常的追求真善美的 但在生活上他又很浪漫 所以他会音乐 他会舞蹈 这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趣很有料的一个老师 第一个步骤 有点 冒险 在整个步骤 和 角色 很有趣 因为 他会觉得 用 人 arena frag 可以 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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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炳生寻找新的材料 代替木板作为烙画载体 他的一个尝试是白板纸 一种介于硬纸木板 与软性图画纸之间的厚纸片 新的尝试等于新的挑战 而完成这个挑战 耗费了陈炳生大半年的时间和精力 这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白板纸 甚至普通大纸 甚至是面部 面部 皮 用皮 底皮 五皮都在底 插一粘肉 我没了解 你这个白板纸 白纸是纸的 我没了解 它是一个汤泡的 大纸是比较薄 这薄的当然是比较薄 比较薄 比较薄 这个毛肠的爪针 它为出来的效果是毛肠的 这是这个水分爪 因为这个肌粒 比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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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皮 有的手头 有的尖尖 薄就不得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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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过不同材质的特点 陈炳生将烙化记忆 总结为三个度 温度 速度 力度 温度的抗日 温度 电压调高了 温度就更高了 温度高了 温度高了 是让你压下去 它容易发烧 再的是 形状 线条形状的速度 速度越快 跟速度慢 它线条的效果不一样 比如说 绝对快 是这样 那慢一点 是这样 更加慢 更加慢 就是不一样 快慢 影响到它 这个新浅度 压力 影响到新浅度 压力大 跟压力小 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力度 还有行走的速度 和这个温度 温度 之前 能 movie 非常感谢 会 有点 和 小 这 都 可以 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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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北京 北京承認一個中國人民公園 戰爭六十十年代的數月經歷 他要求的當然是要求中國月 他們是剪刀 他們是水柴 沒有要求六月 我就刺到 刺到 刺到 刺到去看一次 從1995年退休 到2005年獲獎 陳秉升十年磨一屆 我雖然是營養六月 但我這是中國月 掌握了用國畫技法來畫烙畫的方法 對陳秉升而言 猶如武俠小說中 武林高手打通了人多二脈一般 自此之後 他的烙畫精品 家品層出不窮 2005年 所向無敵 獲得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勝利六十周年書畫展一等獎 2007年 美術報征集 中國當代老藝術家書畫作品集 陳秉升的虎成為唯一入選的烙畫作品 2010年 為慶賀農曆虎年創作長達二十米的長幅烙畫 白虎圖 2012年 成為第一位以烙畫家的身份 獲得國家一級美術師稱號的藝術家 2016年 成為泉州市非遺項目 惠安烙畫傳承人 白虎圖中 白虎代表百葉興旺 由二十五張五虎圖展現的一百隻老虎 大小不一 形態各異 一次性要在一幅烙畫中 展現如此多不同形態的老虎 這對陳秉升來說是一個大挑戰 幼稚圖展現的環境 平時就有觀看 當時沒有電腦面前很多問題 還有一個香港學生 看人家的資料 這樣我們就很豐富了自己的底下 他就為了學這個電腦 他每天甚至打長途電話問我 說這個電話這個QQ怎麼上 不會因為他是一個老人家 就不願意跟年輕人學習 所以微信啊 QQ啊 微博啊 這些他都會玩 這個背包給你齁 你來介紹一下 你會感覺 我之前在古林參加 我們全球的文聰 這個平衆的 文聰平衆 我是這個路的 我們應該是公安 那是新的 還可以用到新的文聰 比如這個酒店 酒店是一個藍面 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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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炒起來 炒到路營橋 自2016年成為泉州市非夷項目 會安烙化傳承人之後 陳秉生身間烙化創新與傳承 雙重責任 他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 如何更好地推廣烙化 讓更多的人了解烙化 喜歡烙化 他認為 改變烙化風格 拉近傳統與時下年輕人的距離 或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我認識 我的所在也就堅持 時代變遷了 我發現很感人 很感人 很愛跟我的學童 所以我是相信這個 用這個版本 會不會換一個人 比較喜歡用墨錢的 沒問題 這樣就有醋 有細 有龍 有蛋 這樣全是有變化了 陳秉生今年已經八十有四 漸漸地將重心轉移到 培養烙化傳承人這方面 在他的鼓勵影響下 家中兩個晚輩已經學有所成 這個傳承人 有傳承人 有傳承基業 這是我的證明 在我們古社會工業 這些基業都是有傳承的 沒有傳承的 對嗎 今天看烙氣 我沒有傳承的 我還有白人的人 沒有來找我烙 我也很愛他們的傳承看 無奈的是 名師難求 高圖 易難尋 傳承人難尋 這也是陳秉生 開發 烙化文創產品的一個 考慮因素 追求藝術 與獲取商業利潤 從來都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為只有走向市場 烙化才能獲得 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這幅天下第一幅 就是陳秉生 為北京一個旅遊景點 設計的一個伴手禮 初步訂單是三千幅烙化 陳秉生決定 將這個訂單 轉交給惠安縣的駐殘機構 並免費為殘障人士 提供烙化技能教學 你若要殺你 你就要殺這股肉 你若要殺人家 有放木風 你就有放過很多土器 主要是看我們 有那個骨神 有那個形神 普通的安摩要殺一斤兩位 就殺了 我們就加了下去 現在溫度高了 要做得快一點 不然你只會弄一個洞 還有禮困 還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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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你一個人在社會面前 你就有益 真有益 一個人 我們就改去行動 還有一個就幫助別人 有人在社會 我會過那個 我的面相很好看 可以用到一個月 相由先生 所以我們要幹 我們是信心 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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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 開化 然後回出來 我們的行動 幾年就是這個,這個行動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 这是弥勒佛的形象特征 也是陈炳生对自我的期许 就如他的题字 他对艺术和生活的追求 从来都是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口常开 笑一切可笑之人 显得那么洒脱 那么纯粹